大家好,又是我 Eli 和大家玩新的手機遊戲 射雕英雄傳3D金融明珠 最近這隻遊戲很紅,所以一定要試玩一下 其實很多網友留言都有叫我玩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已經在玩 如果你還未玩,就可以去我們這條影片內容有連結可以下載 以前的葛淳大家會想起可能是王入華 現在大家應該會想起達哥 真是厲害,我經常在電視看到這個廣告 趕快開遊戲玩一下 跟大家看看開場的動畫,了解一下故事 大家看到這個男生叫蕭別離 是這個射雕英雄傳3D裡面的原創主角 遊戲的動畫都很棒,一開始就說《華山論劍》 有沒有看《金融小說》,《射掉英雄傳》的角色 《洞邪西毒,藍帝不蓋》 主要一開始就是欠《九陰真經》 這個遊戲一開始的故事都很緊湊 之後還要救鶯飛 其實主角蕭別黎就是鶯飛底下的大將 我先玩一會兒 玩到差不多,再跟大家分享一些特別的東西 另外提提大家玩這遊戲,最好看它的動畫 因為可以還原原住,你看到它很有心做 現在我先去練一練功 玩了一會兒,發現這個遊戲不錯 因為葛靖不用抽,玩到差不多會送給你 玩到第三章最後,它就會夠碎片,直接送葛靖給你 我又邊玩劇情,邊升等級,升等裝備 所以暫時這些劇情都難不了我 我就選擇自動輕鬆一點 好了,最後這個BOSS,我打完你,我就有葛靖 段天德 暫時都很輕鬆,我想我加上葛靖,簡直是如虎添翼 但通常電腦就比較懶,按自動,讓它自己打 因為這個遊戲聽說,PVP也很緊張 我都會想試試它 PVP的時候我一定會用手動 這關已經過了 吹吹吹吹之後 這個肥子被我打贏了 一定很不強 很多時候都有這些過場動畫,都頗有心思 你看 是做得頗好,說真的 OK 先看看碎片 30個,齊齊齊 我們可以兌換葛靖回來了 每次看到他都覺得看到達哥一樣 英雄突點,高速突進,爆發輸出 他現在1級,我們升英雄可以用經驗包升 現在我只有4個包子,升到3級 我多儲一些包子,就可以升到他高一點 好了,我們儲了2800多石 可以10年抽,比較划算 所以大家儲夠2588就可以抽最好 不知道是什麼英雄呢 有些比較傳奇的角色,麻煩給我多一點 看看 六冠英,只有一星 這個差一點 優柱基,兩星 兩星都很好,因為我陣型當中 只有葛靖兩星 另外有很多英雄碎片 採集中放好幾乎可以合成一個英雄 高級招募就抽到這些小說人物 如果你是神招募的話 當然厲害一點 你可以升到至尊11就可以購買到 我們嘗試玩副本 射雕恩仇錄這個副本 因為我不是太高等級,玩一星難度 這裡有提示就是看哪些英雄可以扣一個BOSS多點血 我們出場當然是選擇競技 可以扣BOSS多點血的人出去打他 就可以開球了 這些副本最好一定要打 因為他那些禮物非常好 是材料可以升裝備 待會我會展示一次給大家看 現在我只是控制一個人 就是我們的主將 我銀瓶惡妃的女生 下方的女生就是我 現在我扣她額外100%多 要時不時按走扭按鈕去避避她的攻擊 要不然就很容易被她打死 要避了 順便出場的招呼,看多厲害 嘩,很屁肌 她被我打得整個血沒有了 但我都死了兩個自己有 所以其實這個副本很難打 雖然是一星簡單 掉了三個材料給我 另外想介紹這個華山論劍 是我們玩家與玩家之間的排名比拼 一開始遊戲沒有華山論劍的動畫 現在也有華山論劍 我選一個人戰力很低,比我低 我有16萬,她只有6萬多 那她就輸了 這一部分的華山論劍是全自動的 你想控制都不行 也是面對面打,很帥 你看,圍偶 她已經死了一隻 她還死了兩星 又死了一隻 她這麼多女角,多有這麼好的節目 真是 搞定 其實只不過我是黑小孩 我相信這裡越打越厚就越難了 另外再說這個標行九州 你看到我其實是在運動 但是有人跟我結標 現在我要反擊她 我覺得這個很搞笑 先看看,她這麼低? 報仇 拿回2600 拿回2600 這一部分其實是 很有趣味的 你可以是運送東西 壓錶去健康 又可以 結標 你選一些比較差的人 好像這個 是不是比較差? 不如試試結標 好嗎 這樣就偷了人家6800 這個很有趣,很好笑 有空去偷偷人家的東西 結標 好,玩多了一會 現在20層 是時候認真地和玩家對戰 不過我就想和大家一起升一升英雄 首先是郭靖 然後就 深化一件修煉 另外我就可以把她的等級 跟我的角色等級一樣 去到20 這些經驗包都很容易存在 做多些每日任務就能存在 我就想升到這個英雄境界 條件就是要我的裝備成為綠色裝備 裝備先等級 那些材料其實我是怎樣打回來 是打那些故事 那些劇情 很容易打回來 還有做副本也有 現在我有6件裝備 6件都要升到綠色的框框 你留意一下 當然升裝備都會加戰力 最後這個,升到這個就綠色了 可以升到英雄境界 進階條件我都達成了 下一個境界是境界2 初竅門徑 一升,戰力是升到很高 我們出去看看 升到5000多 5296 我還有一件強化的裝備 我現在這個角色已經有86181的戰力 英雄境界都很容易升 所以大家就盡力儲多些他們所需的條件 因為一升的戰力是升到很高 另外兩星英雄儲柱基 這個人 現在英雄境界什麼都沒有 我要升他的英雄品質 英雄品質需要是武學心法去升 但現在我武學心法一樣都沒有 當然最簡單方法就是進去找他的條件 每一個條件都可以拿到 每一個條件都可以拿到 所以很輕鬆可以打回來 好像這個 第一章第二關 我拍片為了快一點就掃蕩 搞定 拿了 就可以修煉這個 這件事 集齊六個就可以 升一個英雄品質 英雄品質也可以加戰力 我慢慢儲齊六個 一盞硬地搞定 進階 螺色框框 為了我現在對PVP比較穩定 我再升一級 還是掃蕩一下 為了拍片快一點 有時候不行 所以要再打幾次 搞定 合成他就搞定 又可以進階一個 成功 又廚技加一 英雄竟然我又可以升一級 看看加多少戰力 又加5000 好了,升英雄很簡單 應該我們可以去PVP對戰一下 我們可以去比武這裡 7月11至7月24是第四季賽 開放時間是有時限 12點至2點 8點至10點 剛剛兩段時間都是我吃飯的時候 一邊打遊戲一邊吃飯 最開心 好,先匹配一下 這麼快有 這裡有一點提示 大家PVP可以打得好一點 我一邊打一邊解釋一下 現在我是GPHK巨雕俠 我手動打他 他不動 他不是教了自動或者網速低 這個PVP每人都有四個英雄 現在我是郭靖 一個大技打下去 他開始動 其實我要轉人 應該是 因為他的屬性是天 我拿一個 屬性是人 打他會比較好 有屬性雙黑 有屬性雙黑 天地人,大家背這個心血就可以了 天地人 人是聖天 不看來我們 又有優勢了 因為他已經死了 有優勢了 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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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招 中 不斷打他 打醒他 他用絕招 閃 閃開了 有用 我有用技能 這是一個大技 搞定了 他只剩下兩件 他屬性是天,我把人拿出來 他一出來就變成紅血了 這傢伙很慘 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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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考你的新手 以及對英雄的絕招熟不熟 如果你對得多PVP 就知道對方的英雄的招式如何避免 都是憑經驗 嘩嘩嘩嘩 喂喂喂喂喂喂喂 搞定了嗎? 只剩下地 好了 最後一隻 他的地 我用T來打他 哎呀太遠了 喂喂喂 我這個快要死了 兩星英雄 不要緊 我就有很多厲害的人 葛靖 絕招 一夜出了很多技能 他差不多輸了 斬直 搞定 也是,葛靖最厲害 臨尾 放好帽子 大家記得 天地人 天是黑地 地黑人 人黑天 這種PVP 真的最棒 如果每次都要自動打 那就 沒那麼刺激 這種就考你技術 有機會 低低也有機會贏得高 還有希望大家排名高一點 拿多一些正的禮物 我只是玩了少少 所以排名都很低 我自己都會努力 還有陣中英雄也很有關係 現在我都只有兩星 兩個兩星 兩個一星 反正我現在夠了 試多一個 江湖裡面的 天下無雙 這個 你看到又是葛靖的樣子 這個可以獲取大量深髮碎片 也是有時間限制 這個鐵血蒙古 就逢三六日 五點鐘開放 現在我玩到這個煙雨南鬆 只是可以出天字的人 其實我只有兩個 可能不夠打 二打三 雖然我等級很高 既然我怕難打 我還是手動 不用自動 屬性雙黑表就在這裡 剛才PVP的時候 就忘記輸給大家看 現在輸給大家看 好 那就認真打 出技 後面有人偷襲我 怎麼搞的 再出技 走 走 我走 可以按人仔可以滾 絕招 丟不丟得中段天德 先離開 好 絕招 丟,完成 丟死了 第二波敵人 第二波敵人 誒誒誒誒誒走 再來 這裡是巡潰 看 射丟英雄轉背景 有惡妃當然有巡潰 大家知不知道炸油條 就是炸巡潰的意思 是不是丟死了這個巡潰 這個也是炸巡潰 接著就是花形春 這個很厲害 猛人 他破了我的絕招 再來丟他 不行,我幾天都被他解禁了 我要離開一點點才行 我聽到一些嘔吐聲 很噁心 很厲害,很猛 先打雜竹 那些雜竹都很喉血 神經病 你看,打多少打不死 可以了 可以了 我們集中打BOSS 絕招 再丟 哎呀,丟到哪裡 哎呀,暈了 起來 這次要丟到中 中 中 耶 搞定 我們先看看有多少禮物 哎呀 不抵,拿不到三星 要再練一下 禮物是這個練氣心法 送五件給你 咦,我的錶壓送完筆了 看一看 現在盆包子 這些可以用來升級 好 然後領取 1.47萬 還有五顆鑽石 所以說這個壓錶也不錯 雖然要幾個小時 但是真的有多少禮物 我選最短四小時這個 如果睡覺那段時間就可以壓長一點 八小時那些 好,這次這個射雕英雄主3D就試到這裡 現在我21層 我的名字叫做GPHK巨雕俠 我覺得這個遊戲很棒 因為那些劇情真的很配合到原著 好像在看小說一樣 這樣 金融明珠 射雕英雄主 不就可以了 你沒有看小說 都看過電視劇 或者漫畫 剛剛 這隻近排大熱的遊戲 希望大家喜歡 有興趣就可以在我們影片內容有連結可以下載 好 這次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 拜拜